Shalom,大家好,我是金金来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 在时间和永恒之间传道书第三章 Between Time and Eternity, Ecclesiastes Chapter 3 我是从小开始很喜欢像这个时间的问题 当然我开始看圣经,然后我遇到这个永恒的重要性 所以时间或者是空间和永恒的关系 对我来说很有兴趣的 而且我觉得蛮重要的 我看圣经,学了很多年的圣经 我从圣经来,我自己整理一下 那个永恒和时间或者是空间到底是什么事 一个一个很简单整理出来,好不好 永恒是什么呢 这个并非是很长的时间 不是,是什么呢 应该时间的对立面就是相反的概念,就是永恒吧 时间就是那个永恒的相反的概念 永恒就是时间的相反的概念 我是这样理解的 那么历史跟我们的时间有关系的 历史是什么呢 在时间之中已经发生或者持续发生的时间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历史吧 那么永恒跟时间的关系这方面呢 接着圣经的教导,我相信永恒可以 任何事可以进入到时间的 怎么说我们主耶稣本来是永恒的主 祂道成肉身,称为肉身 祂进入到这个世界 或者是空间的这个世界里头 这就是永恒可以随时可以 任何事可以进入世界的事情 祂这样来帮助我们的 那么我们时间或者是空间 也可以我们就是借着有这个永恒的帮助 就想我们可以进入永恒的 为了这个目的来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祂吸引我们 祂就是接受我们 带我们带领到那个永恒的世界里头 这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里 或者这个是空间里头的目的吧 这方面我们的圣经就是神的话呢 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独特的一本书了 那种记载呢 可以说那个时间的事情也有了 还有永恒中有一些 有一些人传言已经发生 或者将要发生的 所有的时间 重要的时间都在圣经里面记载 可是呢不要忘记 众人圣经的焦点不是时间 乃是什么永恒 这是我对圣经的理解 而且从圣经来学习的 时间和永恒的这方面的 这样的内容 这样的事情 关于这个时间或者是空间方面 我觉得传道书是很有兴趣的一本书啊 这方面我很喜欢看传道书的一个人 我觉得传道书第三章来 很想讨论这个时间点和那个时间段 我不知道这样的时间点或者时间段 这样的中文的话应该可以接受吧 这个两个概念是本来是从希拉文开始的 我先读这里希拉文和那个西巴文 希拉文是keros 这个是现代希拉文的发音 一般的成选是kairos 可是我比较喜欢现代希拉人发音的keros 这我们可以翻译时间点 另外一个是chronous chronous是我的翻译是时间段 这个时间段呢 这个chronous呢 英文里面chronology 年代学或者Chronic disease 那个满起的那个这样的病痛 叫chronous 这个希拉文来说 这个两个概念是比较清楚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完全有不同的 那个清楚的意思 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以说 这个keros呢 一个定下来的这样的时间 所以我翻译时间点 这个chronous比较一个period 一个一段的一段的时间 所以时间段 我这样翻译的 希拉文刚好有两个单译 一个是zman 一个是et 刚好在三章里面 我们先读第三章第一节好吗 凡是都有定期 天下万路都有定时 这里有定期 定时这个来源是什么呢 希巴文定期呢zman 这里定时呢et 希拉文的话 keros,chronous两个的概念是很清楚 可是呢 希巴文不一定很清楚 可是刚刚那个传道书第三章里面 这个zman呢 跟希拉文的chronous 就是时间段差不多一样的意思 出现在这里 那么另外一个单词呢et 这个呢翻译的是第二个定时吧 这个呢刚好跟希拉文keros有关系 时间点 还有这个传道书里面这个et 特别这个et这个字啊 这里翻译的是geros 出现蛮多 一共38次蛮多的 其中三章里面传道书 三章里面出现31次蛮多吧 都是71本 其实这一本我们知道 大概主前200年左右 犹太人在亚利桑大大城 在埃及为自己的需要 从希巴文圣经 作业圣经翻成希拉文 我们说其实是一本 septuagint 在那边怎么翻译呢 第一个zman是chronous 就是时间段 第二个是geros 定时他们翻译是那个et 翻译geros 这样翻译的 英文ESV的话 season time 有这样的翻译 我再说这个希拉文里面 两个geros 和ronous 分得很清楚 所以我要理解 这个跟时间有关系 希拉文比较好说的了 比较好说明 现在 这个两个单词 一起出现的一个地方 在石头形状 当然训练圣经 是用希拉文接下来的 我们都知道 耶稣对门徒们说的 抚平着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时候 日期 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这里有提到的说定的时候 日期 这样一起来翻译 可是我们看希拉文的话 chronous 这是复苏 chronous 这里有 这个的复苏 geros 这个是geros的复苏 所以 时间段的复苏 还有时间点的复苏 两个一起来 耶稣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的门徒们很有意思 很想知道主耶稣啊 主啊你什么时候恢复以色列 他们很可能是以色列跟天国之间搞不清楚吧 有可能啊 是耶稣会到时候 这些所有的那个时间段复述的 或者时间点也是复述的 这些问题不是你们的事情 这是复尘 他的权柄之下 所以你们不要管他 你们圣灵将领 只有川福音就好了 这个也是 使徒行长第一章 第七节呢 希拉文来说 geros 就是时间点 还有chronous 时间段 两个一起出现的 一个很好的经文 传道书第三章 第一节开始 继续唱这个事件 所以出现三章里面 单单三章里面 三十一节 蛮多的 都是除了第一节的 这个第一节 ZMAN以外 都是ET 而且希拉文 其实这一本的翻译 是geros 我们现在继续看 第二节开始看吧 我们继续看 传道书第三章 二到八节呢 单单这个一共七节里面 这个ET 其实这一本的翻译 都是geros 出现二十八节 大部分在这里出现的 很有意思 这里每一节二节开始 一次到八节呢 每一次诗词的 那个诗 就是ET 希拉文的话 geros 这个单词出现 这样第二节的话 生有诗 诗有诗 在中有诗 八处诗 在中的也有诗 杀戮有诗 意识有诗 拆毁有诗 建造有诗 等等 我们不晓得说有的吧 你看这些诗呢 这些诗呢 对不起 这些诗呢 都是时间点 时间点 特别在这里第二节开始 生出生 人出生 我们的世界 每一个人的世界 是从出生开始的吧 那么我们人类 或者地球的世界 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认为 创世纪第一章 第四节 神开始分别 分开黑暗和光明 光明和黑暗 那个时刻 我人类开始 我们人类的 或者地球的 十空间的世界 我是这样解释的 那么我们的出生 就是生有诗 这个开始 我们进入到世界里头 我们一直留在世界里头 一直到我们的死 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已经脱离这个十空间的空盘的吧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 所以这个死 就是我们的世界 或者十空间结束了 不是单单结束我们死 那个是可能我们经到永远 我是这样理解 所以我们其实基督徒呢 我们晓得 这个死 不是单单 那个我们世界的结束 而且经到永远 这样的我们才有盼望的 当然你经到永远之后呢 你的结果在哪边的情况 如果这个更重要 反正我们死了之后呢 以后不会再 那个被 十空间 被捆绑的 不会的 就是脱离这个 十空间的捆绑的了 我们进入到永远 永恒 我就这样的盼望啊 那么我们的一生 就是充满了这些时间点啊 或者时间段啊 这些都是神所决定的 那么你是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干嘛 我们就是我们承认这些 我们的时间 包括时间点 或者时间段 都是神所决定的话 我们要学习 接受他所决定的这些时间 时间点也好 时间段也好 我们就是跟着他 如果他怎样决定 我们就是接受了 你不要乱改你的时间了 就是他怎么决定 就是我们要跟着他 这是我们从这个 创道书第三章 可以学习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课了 如果我们说时间 或者是空间 应该是空间 时间 就是跟世界有关系吧 我们住的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我就决定 接着传道书 我们九节世界 跳过去 直接看十一节 这里呢 这个经文很有意思 而且很重要 翻译一方面 我们需要讨论 有一些内容啊 这个永远与世界 世界就是代表 我们的时空间的 那个地方 这个关系的了 西班尼课单词 我先说 Olam 有的是这样写 有的是这样写 一样的 Olam 我们这样读的 这Olam 我们在这里 第三章十一节 有出现 我先读一下 神造万物 个案其实成为美好 神做的万物都是美好 我接受阿们 又将永生 这是何本的法理 这个夸奥里面 我们等一下 又将永生 安置在世人的心里 世人心里 人而 神 从始至终 作为 人不能参透 这里呢 是夸奥里面 是原文作 永远 这个永生 他知道 翻译的人知道 这个不是永生的意思 这是永远的意思 那么我们知道 翻译的人知道 这个永远 我们接受 我们不要那个永生吧 因为永生还是永远不一样吧 永生是多一个 生命 永远的生命 所以我们这些永远 很可能中文听起来有点乖乖 所以他改成永生 我也不知道 反正这个永远的西方文是 Olam 多一点听 这个Olam 神造万物的时候 他没有忘记一件事情 特别是 他安置在世人的人的心里头 他放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Olam 就是永远 这个永远 他安置在世人的心里 我的理解是这样 这里呢 其实这个 是 这个是 我们已经看过的 这里有那个 Olam 是永远 所以这里也是 时间和永远的关系 可是我们现在 十一这里面 我们要强调 这个永远 神把这个 永远放在人的心里头 这个是 到底什么事情 我这样理解 我们人是非常独特的 我们不怕 我们不希望 不是不怕 不希望死 我不知道一般的动物 他们自然的死 好像他们会不会比较容易结束 我是这样想 我不是很懂 可是我们人 没有人就是 喜欢就是快点死 或者希望死 好像都怕死 或者不想死 或者至少延期这个说明 这个是人的一般的现象吧 这个证明 我们真的追求永远有这样的现象 过去的埃及的人 这些木乃银 就那个君子塔 这样的 但为什么就这样的呢 他们就是 就是活到永远吧 这样事情 全世界共同的现象 我们就是 每一个人 有追求永远的 这样的那个偏向 很特别 这个Eternity 我们就是 都是追求Eternity 可是呢 很有意思 我在西班牙里面 我知道这个 永远的意思 或者有的是 在西班牙里面 长时间 很长的时间的意思 也有的了 可是这个单词呢 无论如何 在西班牙圣经里面 出现非常多 传道是一共有七次 可是整个西班牙圣经 蛮多的 我知道现在西班牙圣 现在西班牙 有另外的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呢 World就是世界的意思 很有意思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这个世界的意思 进入到这个 Olam这个单词里面 我在说 圣经里面 这个Olam 我基本上 我可以说 没有这个世界的意思的了 出现很多 可是没有世界的意思 可是现代西班牙里面 这个Olam 世界的意思 用得蛮多 所以这个同样的 西班牙Olam 有两个意思 圣经西班牙是永远 现代西班牙 不只单单永远 还有这个世界的意思 当我自己回到 第三讲世界 我是这样想的 神把这个永远 放在我们心中 我们是不是搞不清楚 这个Olam 不是追求永远 同时我们追求世界 而且我们更追求世界 有没有这样的毛病呢 有可能呢 我们好像 卡在这个永远 和世界中间的人 我们就是卡在 两个不同的 Olam中间的人 我们不是不追求永远的 可是我们很喜欢 这个世界的 所以我们卡在 永远和时间 或者世界 对不起不是世界 这个世界中间的 很奇怪的人 我们继续看吧 那么我们人 有一方面 不像一般的动物 这个到底是可能 还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我们卡在这个 永远和时间中间的吧 那么这样的人生 到底是有意义的人生 是什么呢 我们看川道主 不是单单川道主 这个圣经很简单 他的回答很单纯 就是敬畏神 我们一定要认得神 我们一定要靠神 我们一定要伤心神 这个是我们人生最有意义的 川道主第三章十二道十四节这样说 我知道世人 磨成如终身 喜乐行善 并且人能吃喝 这是我们普通的事情吧 在他一切劳碌中 享福 这也是神的恩赐 神的利物 我知道神一切说 做的都比永存 无所增添 无所增添 神这样行 是要人在他面前 存敬畏的心 特别这个十二节 十三节这方面 我们的人生 很有意义的是什么呢 你可以享受 喜乐行善啊 你可以享福 这是神给我们的利物 虽然这个十节是短暂的 暂时的 可是我们可以享受的了 川道主 不是他真的说的 不是虚空虚空的 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比如正面的 享福的这样的内容 人生可以享受的 川道主 不止这里啊 第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三章二十二节 五章十八到二十节 八章十五到十七节 第九章七到十节 这是重复的内容啊 除了这样的享福人生以外 另外一个呢 敬畏神 这两件事情不能分开的 你在你的人生中 你要享福 一定要敬畏神 没有敬畏神 没有享福 没有喜乐 所以这两件事情 绝对不能分开的 所以川道主 敬畏神这个主题呢 可以找到到不同的地方 在这里 还有五章第六节 七章十八节 八章十二节 十三节 十二章十三节 我们看十二章十三节 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 一听见了 总一是 就是敬畏神 你看敬畏神 谨守他的责任 这是人所当今的本分 这是我们应该的 敬畏神 我再说 敬畏神 这个我们跟人生的享福 不能分开的 你要享福 一定要敬畏神 这两件事情是一起走的 当然我们知道 真言书里面 那个敬畏耶和 是知识的开端 我们蛮出名的 这一节 蛮多人知道吧 这一节 敬畏耶和 出现了很多 礼拜之下 十九章 第九节 约伯基 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 还有诗篇 这个地方 还有真言书 蛮多 还有以赛亚书 这些都有出现 我再说 有意义的人生 你要吗 敬畏神吧 这是回答 这两件事情 不能分开的 虽然我们敬畏神 另外一方面 可以享受我们的人生 不错 可是不要忘记 我们的人生 这个时空间 不是永恒的 不是永远的 我们还是需要考虑 这个事件结束的时候 好吗 事件的尽头 那么事件的尽头 事件结束的时候 有什么事情呢 我们都知道 死亡 这是我们每一个 事件的中战 和审判 审判 圣经特别提到审判 满队的很可能 只有单单想到死亡 如果我们跟受 耶稣一样 只有死了 然后结束了 很可能没有什么 大的问题吧 可是你不要忘记 圣经说得很清楚 我们事件的尽头 死亡和审判 两件事情都有 传道书 第三章 16到19节 我们不晓得 所有的 16节 我有见 日光之下 在审判之处 有见恶 在公义之处 也有那个见恶 这个世界呢 你不要期待 太多公平啊 公义啊 这样的 很多不义 很多恶 很多阴软的事情 很多坏的事情 我对国家灵修 有失望了 对宗教灵修 也有失望了 很多那个专家 对他们有失望了 只有没有失望的 就是我 居耶稣基督 对我的神 我永远没有失望过 祂是真的很好 祂是永远不变的 是诚实的神 17节 我心里说 神必审判 一人和二人 我们平常听到 这个审判 这个单词呢 有一点不高兴吧 可是你不要忘记 希伯瓦人的审判 名词的话 Mishpat 他呢 一人也是审判的对象 二人也是审判的对象 一人来说 神的审判呢 刚好这个Mishpat 有的是公义 正义的意思 有的是神的坏的意思 所以这个西班牙的Mishpat 跟我们所想的 中文的审判 就是不一样的了 中文的审判 很可能是只有负面的吧 我不知道 可是西班牙都还OK了 正面的负面的都有 所以一人来说 这个审判什么呢 得作的 完成他的作恩的这样的时间 所以可以等候这个神 审判的时间 二人来说永远的刑罚 所以好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每一个人这里 第十九节有提到死 每一个人 他的事件的尽头 事件结束了 有死亡吧 那个时刻就是尽头 事件的结束 审判也有 跟着这个死 不要忘记这个事情 人 如果你住在 时空间里面的人 你不可忘记 人的 事件的尽头是 死亡和审判 我们要好准备这个审判 怎么对付这个审判 很重要 一细节书 对不起不是一细节书 那个传道书 十二章十四节 也这样说 快要结论这一类的 因为人所做的事 人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多必神文 你看神论 这是审判的事情 希伯来书 第九章二十七节 差不多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时 死后却有审判 还有使徒寻章 十七章三十一节 差不多一样的内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神已经定了日子 要接着他所失利的人 就是耶稣基督 按公义审判天下 天下 他有没有争据 有平均 有 并且造他 耶稣基督从死人当中 复活给万人 做可信的凭据 你看 主耶稣是再来的时候 他是审判主 他不是救主 你不要忘记 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是救主 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 他是审判的主 神给这个审判的权柄 找给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了 不可忘记 人呢 我们就在世空间里面 我们世间的尽头是什么 死亡是我们的事件的尽头 不是死亡结束的一剂 具体有什么呢 审判 不可忘记这件事情 耶稣基督是审判主 那么我们最后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死了 意思说我们的事件结束了 我们到底去哪儿了 对我来的时候 这个很重要 传道书第三章 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样说 因为世人遭遇的 宿也遭遇 所遭遇的都是一样 这个怎样是 就是宿这样是 那个也怎样是 人 那个 跟宿呢 单单看那个肉体的部分来说 死一件事情 怎么说呢 气息都是一样 人不能参与宿 都是虚空 这里的气息呢 其法人是ruach NIV New King James Version 怎么翻译呢 Breath 就是气息 中文一样的 Tanach 有太人 美国的犹太人 英文版本的作业圣经 是life breath 差不多一样的意思 可是不要忘记 这个其法人是ruach 平常ruach有什么意思呢 灵 灵魂的意思 第二个是风 wind 第三个是气息的意思 刚好这里的核子是气息 人也有 说也有 这个呢 都是 就是结束了 那个气端呢 就是人的说明结束了 精明结束了 说也是一样 这方面人跟说差不了什么 举起 看二世纪 都归于一处了 都是处于尘土 说人都是处于尘土 都是归于尘土 这里呢 我们到这里二世纪 十九二世纪 我这次是传道士作者呢 他问问题很好 而且他有一些现象 他说明张婉呢 他让我们思想思考了 他自己没有告诉我们 他很有智慧的 很有聪明智慧的 所以给我们思想 到这里呢 我们人跟受差不了什么 都是可怜的 都是虚空的 二世纪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听听看 谁知道人的灵 是王上圣 受的魂 是下入地呢 这里的灵 还有魂 两个单词呢 虽然中文不一样 西班牙是ruach 一样的 NIV New King James 翻译的是 The Spirit 两个都是The Spirit 灵魂都是The Spirit 他那两个都是 Life Breath 前面的ruach 三个这里七夕 还有这里的灵魂 三个都是ruach 当然中文来说 这里也是 受的灵 有一点怪怪吧 我们不认为 受也受有灵魂吧 所以这个很可能没有办法 可是呢 还是魂也不合适的 反正西班牙来说 这个ruach 三次都是ruach 没问题的 为什么呢 ruach有灵的意思 还有风的意思 还是七夕的意思 你就是很可能是七夕 像那个Tanak一样 比较合适的吧 无认如何 他就问这个问题 所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人的ruach呢 往上圣 那个受的呢 灵 受的那个ruach呢 是不是下入地呢 他只有问 让给你就是思考 给你自己 那个想一想这个问题的了 他没有告诉我 回答的了 那么我们人 我不管这个动物 这些也说啊 因为我相信 他们真的没有灵 我们说的那个灵魂的灵 他们就是死了 就是他们真的结束了 他没有灵外的世界 我是这个同生界来学习的 那么我们人呢 不一样 我们有肉体 我们还有灵魂 真正的入啊 我们的肉体呢 跟动物一样 就是处于尘土嘛 所以我们死了 就是归于尘土 创世纪三章十九节 约伯纪三十四章十五节 这些诗篇 一百零诗篇二十九节 这些都说 我们人的那个 从土 尘土而来的那个弱体呢 死了一定会归于尘土 这是神所定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 就是这样 可是我们不要太难过的了 为什么我们有灵魂 这个灵魂是永恒的 它不会死的 它不会受那个 世界空间的困绑的 特别它 你死了之后呢 这个灵魂永远不会 那个被那个 失空间困绑的 传道书十二章一节 这样说 他开始建立这些 特别年轻人 你称之言有 当纪念造你的主 那继续说 在什么事情之间 在什么事情之间 最后十二章七节 怎么说呢 尘土人归为他 我们都有地 对不起 归为地 我们的肉体归于地之前 而且灵这里如啊 灵人归于赐灵的神 这些要记住 纪念造你的主 那么我们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失空间里面 其他事情做不到 我觉得没什么关系 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记住 在我们心中放 这个永远的那位神 他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个是在失空间的世界 这个欧蓝当中 最最重要的事情 这就是追求永远的事情 虽然我们靠在 世间和永远中间 我们一定要追求 一个欧蓝 就是永远这个欧蓝 因为神这样放在我心中 这个永远吧 这个欧蓝的吧 这个是才有意义的 才是意义的这样的人生 所以我们从传道的时候 特别善良我们可以学习 虽然它在永远和世界当中 我们一定要追求 不是失空间里面的 或者世界里面的事情 乃是永远的事情 神祝福大家 我还是民书记第六章24到26节来 代替再者好不好 为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为耶和华是他的人 光照你 赐恩给你 为耶和华向你养人 赐你平安 西班牙这样说 耶和华 阿们 阿们